好我们现在要看的是neuron的physics exercise 然后这个呢是from 3 chapter 3的 然后margin b的第46题 好在这一边还有我们计算g for 这一个星球 他的r是这一个 然后他的那一个max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是g 然后我们知道g的formula是什么呢 是gm和r square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6.671-11 然后m是4.9124 然后r square r是616 616 square ok 跟地球的g很像 ok 所以这个等于9.08 然后m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作业那边给的是9.1 ok 好 接着我们看47题 还有我们找g for jupiter 他的radius是这一个max是这一个 所以还是一样gm和r squar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 这个6.671-11 6.671-11 m是1.9127 然后7.117 7.117 square 嗯 哇好大啊 20多gm和r square 然后这一个25.1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25.1 m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接着48题 titan 然后 the largest moon of saturn 然后他的 mean orbited radius 他的radius是这一个 然后他的t是这一个 然后hyperian another moon on saturn 他的radius是这一个 然后还有我们用caplet law 来predict the orbited period so 这个1r1 2 so题目要的是t2 是多少 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个 啊 caplet那一边呢 他是 the t square r cube tsquare r c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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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t2 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那一个 啊 t2 square 会是等于 我把这个乘上去 除下来 除上去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te e square 乘r2 q r1 q 所以我的t2是square root of te 乘r2 q 除r1 q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 square root of 然后te是15.95 square 乘r2 q 14 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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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然后power3 然后下面这一边是1.2219 power3 好 所以21天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1.3天 ok 好 接着第49题 mess of earth 是这一个 然后mess of moon 是这一个 然后他的distance 是这一个 然后他要我们找他的gravitation force f ok so f等于g m1 m2 for r 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就 6.67 1 -11 乘5.97 124 乘7.35 122 r 3.84 15 square 所以这一个我们就可以拿到他的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是1.98 乘10土炮26 newton 错 这一边我这个错了 为什么这个我做错呢 ok 呃 因为哦 他这一边的这个的单位 呃 乘10土炮26 我我我拿到的答案是乘10土炮26 然后 他 作业给的答案也是10土炮26 可是事实上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r这一边哦 他应该是 3.84乘10土炮5加3m 然后他就会变成10土炮8 这个应该是10土炮8不是10土炮5 所以他的force应该是1.98 然后乘10土炮20 newton 是我上网查了1.98乘10土炮20 这个才是正确的 作业给的答案是乘10土炮26 作业错了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这个是km 所以这一种题目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他单位 特别是在radius那边的单位 radius那边的单位应该是meter的 然后他很常做的事情就是他在那边写成meter 写成km也 你啊 这样你继续用km的话你就错了 所以这一本作业的那一个作者 他自己本身这一边都弄错 好第五十题 planet mercury 围绕着太阳转 他的radius是这一个 mass of sun是这一个 然后 turn on law to determine how long it take to mercally to orbit the sun give your answer in day 然后这个是g ok 好在这一边他是想用tabler third law 其实不是tabler third law 是我们从derive tabler third law出来的那个formula so那个formula呢 so那个formula呢 我们叫他migrate teacher square 然后西北 square r cube ok so这样我要找 所以他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你就可以写成t square 等于那一个什么 4pi square r cube per mg 然后他就会变成t square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r cube ok 这个是capler third law 然后假设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这两个丢过去 m等于4pi square r cube per gt square 的话我就可以找到max ok 这个在我们3.1的时候那边 找max of earth 还有max of sun的时候 有用到这个formula 然后现在他要找的是t吗 so我们的t square square等于4pi square r cube per mg 然后我的t就会是square root of 4pi square r cube per mg 这样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square root 4pi square 然后乘r cube mg g好 m m是1.99 e30 g是6.67 e-11 然后r的话 他已经是meter了 5.8 e10 西北square r cube q power 3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变成这样 ok 按eng 那就会调成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呃 橙色土炮369这样的东西 所以第50题的情况之下 呃 他这个我们拿到了这个东西呢 他的t呢 会是等于这样 秒 然后 他要我们变成天 除60 变成分钟 除60 变成小时 除24 变成天 所以他的答案就会变成了这一个 好 88.2天 so 88.2天 好 第51题 然后 earth的orbital period是365天 distance from the sun 是这个 然后 mean distance 是这个 然后 kepler third law 找他的period in day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的 那一个 te square b t2 square 等于req b r2q 然后 所以我的这一边 我 改变一点形式 我就把那个还没有给的 当作是te 所以他就会变成req 乘t2 square for r2q 所以我的te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req 乘t2 square for r2q ok so 然后这个是221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square root 然后req 5.89619 power3 然后365square 然后1.49518 q 所以拿到的是 这样ok 这个 这个 是 啊 5.896 乘t2 power9 q 乘t3 6 5 square 1.495 石突 power8 q 所以拿到的是 这样 ok 和 对 所以他拿到我们拿到的是这一个 所以他就会变成9.0乘t2 p4 天 ok作业就是给9.0乘t4 然后4天 这一边呢 那个km 两个都是km 你就不用换单位 啊 然后两个都是天 你就不用换单位 好 在特朗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没有讲一定要asset unit 但是unit要对齐啊 这样而已 好 接着我们 再来看下一题 然后 然后这个星球围绕着太阳 他的radius是这一个 然后mess of太阳是这一个 啊 特朗 然后 他要找到的 t是多少 所以 我们还是那一句 migrate teacher square 然后西北 square rq so 他现在要的是p 列啊 所以t square等于4pi square rq mg 所有的t等于square root 4pi square rq mg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 4pi square rq 这个是 和十度的power 11 然后 这一边是 1.076 然后 他的太阳1.99 乘 10 30 ok 所以我拿到的是 这样 在eng 然后 他就是 19 点 多秒 ok 这个是 秒 ok ok 这个第52题 第52题 第52题是乘10度的炮气秒 对 所以 11.92 乘10度的炮气 second 好 接着我们看第53题 他要我们calculate the acceleration of earth gravity at the distance of this above the earth surface 然后这个是g 这个是mess of earth 然后这个是radius of this 然后它的height会是等于350km 所以它height是350乘10度的炮3米 然后它会变成3.5乘10度炮5米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的radius是6.37乘10度炮6加3.5乘10度炮5 然后这个会变成6.72乘10度炮6 ok so 6.3716加3.515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6.7乘10度炮6 对 ok 好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还要我们找它的acceleration of the gravity so g等于mg 不是就gm bar r square ok gm bar r square so 在这一边我的g是6.671-11 6.67乘10度炮-11 然后gmm是5.97124 然后r square r的话是6.7216 square 嗯8.8 8.8的情况之下合理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是8.81 gm per second square 因为我们知道呢 那一个gravity啦 它是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这 那一个r是在地球的那一个表面的时候 maximum ok 这一边是它的g gravity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54题 然后这个wild rough star last stage of its evolution have the mass of our sun 然后radius of 这个gravity due to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on the surface 就是这个 这个是g 这个是g 然后这个是g 这个是它的mass of sun 然后它要找它的r是多少 so 我们知道那一个什么g等于gm per r square 所以我的r square等于gm per g 所以我的r会是square root of gm per g 所以我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6.671-11 m是1.99130 然后g是4.417 嗯 好 放eng 好 所以它的radius 会是等于 这一个 也就是1.7 4×10 2.6 米 好 第55题的情况之下 在这一边呢 它要我们determine the linear speed ok 它要找v是多少 然后 它的height 是这一个 然后 这个是大r 然后gm 这个是m来的 ok 然后 我的这个h呢 是3200 乘10突破3米 所以它是3.2×10突破6米 所以我的radius呢 其实是6.37×10突破6 加3.2×10突破6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会变成9.57×10突破6 所以这个6.37加3.2 然后是9.57对 然后 呃 同样的那一句口诀 就migrate teacher square 然后西北 square r cube 然后他现在要找的是v 哎 v等于 呃 呃 2πrb t ok 然后 在这一边 还要的是v 呃 什么mv square r 等于 等于 那一个 和 那一个 m1 m2 然后gm1m2 r square ok 好 这一题呢 我们做这样的一种事情 就是说 我的 这一个 ok 我们的 这一个 migrate teacher square 西北 square r cube 它其实是从 那个 我的 呃 mv square r cf 等于 gm m r square 那边来的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m跟m可以约 然后 它的r跟r 这个可以约 所以我的 这个v square 呢 会是等于gm r 然后 我的v呢 会是square root gm r 哦 这样这个是orbital ivelocity v等于square root gm r ok 所以这一题 我 我把它想象成 哦 我把它想象到太复杂的 所以v等于square root gm r 嗯 然后在这一边square root 然后 6.671-11 然后 m 是5.971-24 不 r r是 6.3716 ok 不是9.57 应该是9.57 9.57 所以6450 ok 好 这个 这个 是第 嗯 对 6450 所以 这个 是 等于 那个 呃 6.45 乘10 23 meter per second ok 嗯 6.44 乘10 23 6.45 乘10 度 3 13 好 接着 calculate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between sphere of mass 这个 跟这个 这个 这个是m1 这个是m2 然后 它的r呢 是 0.045 米 ok so 我们的f 等于 gm1 m2 per r 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6.671-11 然后1.5 0.15 0.15 r square 0.045 square ok 他们都太轻了 所以他们的那个force 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7.41 乘10 t-9 newton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笔 what is the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这个是g at a height of 3 times the radius of the earth so 它的h是3r 然后这个是r 是这一个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r是4个r 为什么是4个r呢 你要心里想我地球在这一边 ok 然后过后呢 他这一边是 这样 这个地方是r 然后 这个是他的三倍 然后这个是3r 合上来他的距离 之间就4r了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的g等于gm per r square 所以他就有6.671-11 m是5.97124 然后r呢是4乘 那个6.3716 的square 0.61 我拿到的是0.61 ok 可是作业呢 他给的答案不是0.61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3r ok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放3r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他这一边这个是放3 然后就拿到1.1 嗯 这样 所以这个是4r 然后这个是3r 然后最后拿到的答案就会是1.1 ok 1.1m per second square 嗯 我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应该是0.61 那个比较正确了 ok 因为他是 地球上的3倍吗 再加上地球的redux他应该是4r 好 这一边呢 我觉得作业给他答案错了 ok 我觉得是4r的才是正确的了 ok 就他他没有讲清楚 如果他是讲 嗯 他们之间的距离是第一个价里 3r的情况之下 就是在这一边他是这样 啊 这样他在这边这一个3r 还是4r 啊如果他是3R的情况之下 ok 这一个就是1.1 然后他这一个是4R的情况之下 他这一个就是0.61 然后可是题目这边到底没有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到底是3R还是4R了 啊如果他是直接讲啊 他们之间的距离是3R 那可以了 可是还是讲他的高度是3R 他高度是3R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想象成是 是从地球表面开始算起3R吗 好 呃 就我觉得题目要的是3R啦 可是我的理解是4R啦 好 接着 A satellite placed in an orbit of 这一个above the surface of jupyter so 这个是re radius find the linear speed v 是多少 然后这一个是m是这样 然后他的那个R 呃 is radius 这个是他的大R ok so 我们的v等于square root gm 然后我的R是大R加H呢 所以是7.14乘10土炮7加6乘10土炮5米 所以他会变成7.19乘10土炮7米 然后我拿到是这个 所以7.1417加615 然后我拿到是这个 哎 6哦 6 这样我这边弄错了 所以是7.2乘10土炮7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square root gm r的话 velocity是orbital velocity square root gm r6.671-11 m1.9127 r r是那个7.217 好 所以我拿到的是4万多 ok 然后4.2 呃 这边我eng 就是4.2乘10土炮4 ok 对 所以这一边的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 他这一个也等于 4.2乘10土炮4 meter per second 好 接着下一题 呃 calculate the escape velocity escape velocity的话呢 ve等于square root 2gm per r 然后 这一个是 呃 max for 这一个 这个没有用到的 ok 呃 哦 他要找他的kinetic energy 他kinetic energy 就是他的那一个 呃 有 120mv square ok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找我的这个square root 然后2乘6.671-11 然后m是5.97124 然后r是6.3716 so 这个是他的速度 这个是他的速度 他kinetic energy 就是120mv square 所以他是120 他自己本身的m 就513 answer square 所以他这一个是3.1多 ok 所以他这一个 呃 kinetic energy 120mv square 然后 会是等于这一个 然后 呃 3点 嗯 3.1 3.1 2.6 乘10 to power 11 和9 ok 嗯 这个是1.12 乘10 to power of 4 meter per second ok 这一题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做法 另一个做法呢 就是他的potential energy 是gm per r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用这个gm per r 来做他 ok 这一个 我用gm per r 来做他 然后gm per r 就是他的kinetic energy 所以 6.67 1 -11 m 是5.97 然后 1 2 4 然后m 4 那一个 呃 5 1 3 然后 r呢 是 那个 呃 6.37 16 嗯 太棒了 直接拿到更快 他 我连他的那个escape velocity都不用算出来 我就可以直接拿到他的答案 这个就是 negative 这个 就是我的那个 energy for potential energy so 我的kinetic energy 等于negative of 这个 所以是3.126 这个 城市 这个 好 第六十题 rocket the mass 是这个 然后 move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earth the mass 是这个 然后 what is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of the earth on the rocket when 他是这样 from the earth 这个 这个是r so f等于gm amper ok so g6.67 1 1 6 1 2 4 然后他自己是2 4 1 4 gm emper r r 是 1 19 r 所以 9.6 啊 才9.6 newton 嘛 是我 9.6 newton so 我的a 这边 我的gm mper r square 是force 然后 这个就会变成了 9.60 newton 然后 the moon take 21天 那个 他 他没有b 他就直接这样就 就完了 我 给这样多information 结果全部都没有用到 ok moon take 27 day to orbit the earth 然后他的radius 是这个 mass of the earth 所以这个是t 然后这个是他的radius 然后这个是mass of the earth 然后他要找linear speed of the moon 然后他要找linear speed of the moon so他要找v等于多少 ok 这里我当他那个月球是那个 satellite 我用gm per r square gm per r 6.67 1-11 然后m 是m 是以地球的m 所以是6124 per r r 是3.8 18 然后拿到的是 1.0 1.0 乘10 to the power 3 ok 好 so我的v等于sqare root mg gm per r ok 然后gm per r 不是mg gm per r ok 这样的一种formular 然后就直接拿到 1.0 乘10 to the power 3 meter per second 好 接着 moon is natural satellite of the earth radius of the moon orbit 是这一个 the linear speed of the moon so linear speed of the moon的情况之下 呃 so我们刚刚这边就有sqare root gm per r 这个 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算的啦 ok 可是这一题他没有给我们m 嗯 然后the period of moon orbit 他这边m是5.97哦 哈哈哈哈 5.97 橙色突破24 ok 这个应该是 5.97 然后 还是拿到一样的答案了 就 这个是26 这个是23 差不多了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他的 这个 period so他要找t t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有migrate teacher square 然后 西北 square r cube 然后 我的t 会是等于sqare root of 4pi square r cube 然后 in days 这要算了咩 28天啦 ok 然后 我们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4 pi square r radius of the earth 我要的是orbited the radius the radius 是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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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re square r cube 3.8 18 q mg gm mg 5.97 124 然后 g 6.67 1-11 拿到的是这样 这样 ok 所以他这一个是in 秒 然后他现在要变成天嘛 我都除 60秒 除60分钟 除24小时 哦 所以其实是27天 哦 ok 好 不是28天哦 27天 好 这边我就把neuron的part b 讨论完了 天哪 好 好